小朋友跟年級小朋友一樣聰明 最後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東西 做風捲 你們只是做風捲,我們做的是什麼風捲 越南風捲 現在我想問小朋友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越南的國旗是什麼顏色的 有沒有人知道 越南的國旗是什麼顏色的 好,很棒 越南的國旗是紅色的大大一面 但是呢,它的中間有一顆什麼 竹筋 有小朋友開著客戶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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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在越南的國旗中間有什麼 一二三 好,這段小朋友的動作最快 來,一起回答 好,沒錯 越南的國旗呢 台灣這邊有一個星星 你們如果下課的時候在外面看 我們就有過在我們的學校裡面 好,再來 在地圖裡面呢 我們台灣在地圖的位置 請問越南在台灣的下面一點 還是上面一點的地方 上面一點的位置 所以呢,在越南呢 他們的天氣比我們台灣熱 好,所以他們夏天很熱很熱 小朋友,如果你們夏天很熱的話 要吃麻辣鍋 薑乳鴨 你會在夏天吃薑乳鴨嗎 會吃麻辣鍋嗎 不會,對不對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呢,在越南呢 他們的夏天 好熱好熱 所以他們都會吃這種涼涼的春捲 好,現在小抱抱 請你們看一下你們的桌上 好 那麼,有一份白白的東西 你們弄在什麼啊 越南 好,這叫做越南米粉 那那米粉呢 跟台灣的米粉 那你比較白 吃起來比較Q 所以等一下你在包春捲的時候 你可以去吃吃吃看那個味道 然後再來呢 那麼最特別的是 越南的這個 好,再幫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是越南的春捲蟻 它的樣子跟我們台灣的春捲蟻 不太一樣 你知道小朋友的小朋友 越南的這些捲蟻跟台灣的春捲蟻 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嗎 好 好 這邊的小朋友最快 來,我來問一個小朋友 好 你告訴我,有什麼不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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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好 好 好 很棒 好 好 好 很棒 是用你做的 所以它是透明的 所以等一下你在做春捲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皮 要用水把它怎樣? 沾濕 如果你沒有沾濕的話 越南的春捲的皮會破掉 那你的春捲的掉就會流出來 這樣就不可愛了 那麼所以你們要在皮上面沾一點水 可是沾太多的話 它也會破掉 所以你要注意進來一講 怎麼樣讓春捲的皮 所以它會爆出最好吃的 最難的感覺 好不好 那麼最後等我們開始之前 想問吃醋的小朋友舉手 有沒有吃醋的小朋友